这边先发球 周凯上来 第一个球判断失误 从我们 因为我们在旁边看会比较轻 这个球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车上去 好的 周凯在第二个球定的比较严 直接形成了反射的迷糊 我们看老江 周凯也很有经验 两次示意说没有准备好 这本白短不错 轻拉 我们看这就是 通过这局比赛 我们的球迷经常看球的球迷 你就会知道 这就是老江的经验 刚才这个球周语白短 虽然高了 但是位置并不是太好 周凯根本就没有着急发力 选择了一个 说实话这个球的质量 你看着质量有些业余 拉得很轻很慢 但是落点非常好 落点非常好 中路 好球 这个球装转也是算到了 特上拳发球之后直接测身 反手反冲 因为现在的这个专业选手 在接这种发球的时候 几乎都是选择反手顶拉 白又高了 周凯 周凯上来之后 在接发球上处理的不好 连续的直发球 轻拉 我们看 如果双方形成这种常规的相持的话 装置员并不占优势 因为35岁的年纪来 对于一个平方球运的来说 体力力量速度上都下降的非常多 所以说在这种常规对抗中 并不占优势 正手 装置员正手的力量并不大 装置员其实在 他在世界平坦战绩非常好的时候 他最为突出的 是他的反手率先发动 然后速度和线路打得非常好 但是装置员一直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他的正手的杀伤 好交 我们看 刚才这版装置员的反手的一个大角度的 一板斜线 这就是当年装置员赖以成名的一板 落点很深 线路拉得也很开 但是非常可惜的是 正手的连续 15 这位球迷 IF4765 1712355 说周凯昨天房间里没有空调 可怜的 这位球迷是 能告诉我 你是做什么的吗 连周凯的房间里没有空调 都很清楚 看来是对这个 我们八一队 这个情况非常熟悉的一位球迷 周凯 加油 现在周凯经过战术调整之后 4比7 组件追上比分 周凯现在又有一个发球的变化 5比7 我们看 专中烟的这个反应 比他当年 巅峰的时候的确下降了很多 在05年前后 就是03年05年 03年之后05年之前 庄之渊曾经有一段时间 被我们中国国家队 列为主要对手 又高了 我们看相持上 周凯还是明显的优势 其实这个球周凯已经吃发球了 但是庄之渊这个正手上手的质量 并不太高 给了这个周宇 中远台 反拉的机会 以周宇的这个身高 在中远台来说 对庄之渊来说有太大的优势 因为像庄之渊这种身材 身材有点偏矮的运动员 到了中台之后 对拉来说 比较吃亏 非常感谢各位球迷 刚才又几次口误 把小江周凯说成了周宇 感谢我们的球迷 给我的提醒 因为说实话 我本人是周宇的球迷 尤其是2012年全国锦标赛 周宇对延安那场球 给我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 周宇那场球打得实在是 无可挑剔 无论是中远台的 对拉反冲 还是他那个反守卫 进台的那种强势的防守 都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 所以说 几次把周凯说成了周宇 感谢各位球迷的提醒 现在周凯已经反超了比分 9比8 这场球对老将专业来说 可以说难度非常大 漂亮 周凯在经历了开局阶段的 揭发球的一段 一段难关之后 现在对庄志远的发球 看得比较清楚了 周凯在开局1比5落后的情况下 反而是率先拿到赛条 这个球其实是一个机会 其实是一个机会 我们看庄志远也是无奈地摇了一下头 周宇这个反手 我们看 这是双方那半子 中美他的对拉 我们看这个年轻小将的优势就在这儿 力量大 弱点深 而且总是率先变现 正手 这就是刚才球迷问到 今天816的教练是谁 就是这位正在我们镜头画面上看到的 范朝帽教练 可以说范朝帽教练这个发型 我觉得真的非常吵 真的非常吵 一位叫新城 新城新城的网友跟我说 主播你把周凯的名字连念三遍 周凯周凯周凯 好谢谢谢谢 周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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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时看周凯的比赛并不是太多 双方第二局 周凯首先是正手的抢冲拿下一分 周凯这个小将 这名小将 20岁的小将 在经历了第一局开局的艰难期之后 现在已经开始进入他的节奏了 上车也反手逆旋转 这场球 庄志远难打了 难打了 其实我们看庄志远在发球上 其实他很有优势 周凯对庄志远的这种 正反手的顺旋和逆旋发球 尤其是上线球接的并不太好 但是庄志远 现在这个明显的脚步上的移动 比以前慢了很多 所以说他在发球 出了机会之后 往往打不出沙板 上手阵量比较低 对于周凯这种年轻气盛的运动 来说这种拉球 那简直就是他进攻的机会 所以说中台反拉 现在哥们很多 反手敲击 现在周凯第二局 四比领先 优势比较明显 庄志远这本反手的拧拉 还是比较有特色 其实我们知道 这个反手拧拉 是杰克运动员科贝尔率先使用的 在这个拧拉成为 我们中国队的强势技术之前 其实庄志远的拧拉 也是非常有特点的 中国队把拧拉 变为自己的一项法宝 可以说是随着张尼科 这个反手拧拉技术 比较出色之后 把一项由外国运动员发明的技术 又变成我们中国队 一个看家利器 其实 在此之前 世界上这个 擅长拧拉的 这个名将 庄志远就是其中一个 我们看到庄志远 现在这种正手 中远台相持 还没有得到一分 只要是形成这种中远台的相持 全部是周凯德分 率先变正手 这种中远台的相持 也是最考验实力的 对于这个球员的脚步 移动 力量 爆发 各方面的要求都很高 所以说 作为老将来说 还是 其实不想打到这一步 作为一个35岁高龄的老将来说 他不想打到这一步 现在 庄志远在这种中远台 对拉中 能不能拿下一分 落点不错 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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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志远悬了 没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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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对拉超级漂亮 但是我们能看到 就是这把球之后 庄志远就悬了 其实庄志远在对拉中 率先变落点 拉到了周凯的反手 那个落点非常好 形成了周凯一个 勉强的特身 但是后面的质量 没有跟上 对于周凯这种 小将来说 基本功非常扎实 而且身高很高 擅自藏这种 中远台护权相持的 选手来说 如果说 你在取得了 主动的情况下 你的跟进有问题 对于这种 年轻的小将来说 一下就能缓过来 到目前 双方打到了 第二局的局目 庄志远在 正手相处的 对拉当中 还是没有得到一分 刚才有球迷问 那个球拉了多少板 这个 这个说实话 没有什么 我觉得至少 双方拉了 有七板以上 至少有七板以上 漂亮了 我们看到 庄志远在反手上 还是保持了 他一贯的水准 就是他反手的 这个 无论是线路 落点 还是上台率 都非常好 但是说实话 庄志远现在的反手 比他年轻的时候 质量上下降了很多 那个球明显 明显速度有些慢 但是今天 庄志远 这个正手 这个罩门 被周凯 是完全的锁死了 庄志远在他 周志远在他全胜时期 也是因为这个正手 这个发力问题 被一些专家和 被一些专家和这个对手 所挑剔的一个问题 但是 乒乓球其实是一个综合运动 不能要求一个球员 既这个正手好 反手也好 然后远台好 近台 控制也好 这个很难 但是庄志远 虽然说他正手来说 他的力量比较小 但是 当年的庄志远 凭借他这个 在近台 他的这个速度和旋转 尤其他反手的拧拉 先开路 然后 正手跟进之后 虽然说他的正手力量 偏小 但是他凭借这个 落点和连续的 一些变化 依然能够得分 有一位叫 月乐的球迷 非常幽默 就是发现周宇与周凯 好像偏瘦 是不是小胖 抢他们吃的 我们看 现在 老将装置员 更多的是依靠这种 落点的变化 在和周凯来周全 轻调 我觉得现在 装置员既然已经是 0比2 一个大比分的落后 不妨放手 搏一下 像刚才这个反手位 我觉得那个条 可以再 再发力 充击一下 因为这种轻调 轻了 对于现在这种 年轻运动员 而且现在 势头正盛的 年轻运动员来说 对他们来说 效果并不好 因为他们这个 年轻运动员 脚步移动非常快 形成机会之后 你的这盘挑 如果挑不出质量的话 这个年轻运动员 完全有时间 推得出去 然后在中远台 跟你形成相持 又来了 我们看 装置员对 这个周凯的正手 这种中台的上手 显得没有什么办法 立刻有我们的 小胖的球迷 对刚才那位 球迷的意见 提出了反驳 说小胖 一点也不胖 是你们这届 粉丝的这个滤镜 不够厚 对 对说小胖不胖的 球迷 真爱 其实刚才那个球迷 我相信对小胖也是真爱 只不过那位球迷 很喜欢开玩笑 张军员又是靠反手位的拧拉得了一分 3比4 我们看了 将张军员在这个背水一战的情况下 能做出哪些变化和调整 啊 这个球其实已经打到周凯的这个套路上了 但是周凯 正所谓出现了一个无畏失误 现在周凯啊 发球 不转球 而且是个半 他以这个出台的不转球为主 好球 我们看这个球 我们看这个球 张军员在这个上部挑的时候明显就 更加了一些力量 现在我觉得张军员其实不薄一下 其实没什么机会了 反手位 用下压高调活圈球又出现了失误 双方现在5比5平 一个上拳 发球 周凯的正手 这本冲的确是很有特点 因为像周凯这种身高 他的拉球落点都很深 漂亮 现在反而是周凯依靠发球 牵制住了老江庄志渊 周凯现在在第三局 7比5的领先 完了 周凯这本揭发球揭得非常好 张军员这种被迫一个慢挫回球 这种对于这种级别的运动来说 这种慢挫回球就是给地方送机会 现在对于国际一流的专业学生来说 越来越强调这种速度 无论是你在摆短 还是拧拉后的衔接 拧拉后的衔接 从小球开始 速度都变得非常重要 你看这个摆短来说 这版来说 张军员这版摆短就比较好 周凯 加油 他这版摆短非常快 转拉 作为一个看了20多年平方球的一个球迷来说 我真的对这种老将目前随着岁月的增长 整个人的雄风不在的那种状态 真的感到惋惜 但是这就是体育运动的规律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长江后浪推前浪 尤其在这个体坛上更是如此 年轻连动员 由于他们的这个身体条件的身体素质的优势 以及这个更为先进的打法 让他们对这个老将 占据了越来越多的一种冲击的主动的这种优势 我特别 特别遗憾的是 张军员作为当年我非常欣赏的一位 一位名将 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和周凯 正守卫的对拉 居然中演台的相持一分都没有得 有请问我们八一的比分目前是多少 目前现在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球 好的 周凯以3比0在第二场单打比赛当中 击败了中华台北老将庄志渊 目前八一大商在主场 对阵江苏中超电缆的两局的比分 是大分2比0领先 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呢 小胖在第一局 失利的情况下 连下三局 战胜了杨苏队的孙文 而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 小将周凯在开局不利的情况下 开局不及西班落后的情况下 第二局 凭借非常 深厚的实力球 可以说 老将庄志渊今天 我们下期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